字幕——YK 喋 Undone 好的影片 我在licht雙齡站那我剛到沒多久 馬上開市 這單其實不多錢,40塊而已,因為是短單 距離近近的,我剛剛看了一下,一公里內 不過我這個就迷信嘛 開市第一單一定結,不管它價錢多少 接了再說,這樣之後才會單單都漂亮 好啦,我要去接單了,很近啊 好啦,各位朋友,我把我第一單,我開市單,把它送完啦 真的很快,民生溪送到民生溪 民生溪頭,送到民生溪的中間,短短的 那麼現在是4點42分,我現在要往老地方台北車站前進 今天一樣,我就是用這個實行300的角度去跑 希望今天能夠跑出好成績 剛剛經過全家來買瓶水 意外發現,舒跑也有出這種能量飲料 買一罐試試看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超想睡覺 還是要喝一下 騎腳踏車嘛,水是一定需要的 我是沒有自己帶水,因為自己帶水太重 所以原則上我都是在外面買水 你看,騎腳踏車就已經 就已經再累了,雖然是電斧車齁 但是叮叮叮叮掛了一大堆,真的是更重啊,受不了 舒寶這個齁,能量飲料喝起來很像韋大利 總覺得好像喝韋大利就好了 笑死我了 各位朋友,進第二單,也是短單齁 波及走走,就在旁邊也非常的近 然後送的地方也近 南京西,送南京西,一樣的地方 不是一樣的地方啦,同樣一條路啦 所以那我就接囉 好啦各位朋友 才剛送完齁 才剛把餐點放到客戶的門前 馬上又收到了一單齁 也是短單啦 近近的,南京西送中山北 很近很近 所以也是40塊 現在才剛5點喔 短單還是接一接 好啦各位朋友,剛剛送一單到這邊來 超搞笑的 OK 那目前是5點38分 結果我才跑245塊 十斤300,願望沒達成 第一個時段差了55塊 接下來要把它拼一下 不過現在天黑黑 天黑黑要漏 有點擔心 好啦不管啦 我現在先回老地方 台北車站 看看有沒有大單可以接 我剛剛真的完全都在拼短單 就這樣子而已 好啦沒關係 還有時間 好啦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京站的對面 在台北車站的旁邊 我現在就來這邊等單 看能不能等到一些肥肥的大單 這樣 要朝著這個十斤300努力啊 那就 那就要學會拒單 不過我剛剛確實有拒掉一張 我剛剛拒掉一張疊單 所以 所以 所以現在就是要 其實那張疊單要是沒有拒掉的話 也才多24塊而已 所以我還是拒啦 這樣 反正就是 十斤300啦 這樣 這是我的願望 哇各位朋友 我剛剛 一時 這個 手塊 不小心按 按錯了 白單 進單 74塊的進單 居然給它拒絕掉了 哇我的天啊 真的是不知道在幹嘛 自己不知道在幹嘛 為什麼會按掉那張單呢 唉 好啦好啦算了算了 按掉就算了 馬谷查訪 馬谷好像是在裡面的 算了 欸不對馬谷欸 馬谷我有接過 啊 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我都拒掉了 唉 我剛剛真的按錯鈕啊 啊 不然那張74就接到了 算了 給別人賺 各位朋友 接到一單了 哇 不過在微風啊 我要去微風取啊 不過這單很大 一百零七塊 而且只有一 只有 我剛剛講什麼突然就忘記了 最近腦霧好嚴重啊 反正就是沒有疊單 一百零七 好啦 我要去接單啦 我要去取餐啦 我要 過去 好 各位朋友我剛剛耍白癡啊 這間性子 豬排明明在北車 二樓 結果我跑到金站去 跑到金站的時候 打開一看 發現不對 在北車 所以我又折回北車 就這樣就浪費了五分鐘啊 哎呀真的是受不了 沒關係啦 這個就是 資訊沒有看仔細的結果 各位朋友 今天我又看到這一位 這個借電動自行車的夥伴 停了車子 停在這邊 另外一半 腳踏車的夥伴 另外一位 腳踏車的夥伴 停在這邊 他們 應該是這邊就回去吧 不知道 不過 他們可能要移一下車子了 因為 這邊有拆除公告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永康街這邊 我剛剛就是送一單到這邊來 那 還蠻大單的 因為 以公里數來講 他算大 就一公里內 但是居然是 六十多塊錢 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 我現在是 七點五十五分 七點五十五分 那我在這邊 大概等個五分鐘八點 要是沒單的話 那我就離開 看到嗎 祈禦拜可頌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因為黑黑的這樣 好 那麼 反正 我現在就順其自然 因為 今天剛開始 我給我自己有點壓力 應該是那麼講話 講話有點語無人次 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給自己一些壓力 這樣 因為我是希望 就能夠盡量達到 實行三百 狀態 所以其實我在接單的時候 就變得有點手忙腳亂 這樣 甚至剛剛有一單 就是 三公里 才一百塊 我還把它接下去 呵呵呵 我真是 昏頭了這樣 一路從台北之旦 送到那個地堡去 喔呦 真的是暈倒了 結果呢 有一單 兩公里的 七十塊 我居然把它鋸掉 我地堡送到之後 有一單兩公里七十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七十塊 但我確定是只有一單沒有加單 我居然把它鋸掉了 哇 真的是快昏倒了 事後想想發現不太對 我應該要順其自然的 所以我就後來就開始 比較順其自然的放鬆心情跑 那就有跑出 還OK的啦 就是 至少 至少 至少前三個小時 十星三百 是有達到 齁 是有達到 那麼 現在我還 我還差最後一個小時的 十星三百 呵呵呵 不過 順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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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不大 那我在接單的時候也會比較冷靜 也會比較冷靜 這樣子 那 現在就在這邊 稍微休息一下 齁 東門站這邊 其實我在這邊齁 不太會有單 我剛 我剛其實也是齁 就是 在那邊接到那個 呃 那個什麼東西啊 胡須章 齁 跟全聯的單 然後 就路過 然後一路往四大夜市跑 所以我在東門站這邊 就只有接到兩單 就是 全聯嘛 齁 就老朋友 胡須章也是我的老朋友 這樣 那 在這邊 在東門站這邊 對我來說 真的是有點消耗時間 啊 不管 反正我就是 還有兩分鐘 這兩分鐘再沒單 那 我就回台北車站 我就回台北車站那邊了 各位朋友 Uber終於瘋了 八公里 各位朋友 八公里 八公里 我的天啊 這我當然不會接了 開玩笑 好 各位朋友 我在台北站對面的這個 好 這個 餐飲集散地 那我剛接到 我就是 預設的最後一單 那這一單呢 其實送的有點遠 送了3.6公里 但是只有70塊 照道理說 3.6公里 70塊 我應該就是 讓它再飛一下 那我再接 但是我想到 反正我這個 時薪 300塊 我已經達成了 然後 這一單又是 送往我回家的 半路上 喔 因為這單要送到 成德路三段 那我要回士林啊 呵呵 那我當然就 就順道 這有點像是 順路接過去的一個概念 這樣 所以我就把它接起來了 那 像感覺還蠻舒服的 還蠻不錯的 好 OK 那我就趕快先去送了 好的 各位朋友 我送完最後一單了 就剛剛 呵呵 一間蠻有名的一個 那個 刷牛肉 帥牛肉店 這樣 的附近 啊 那我今天呢 跑4小時 19分鐘 啦 這樣 好啦 我們這個 4小時19分鐘 尚未425度 我們直接算4小時 啊沒錯 啊 又是十斤三百塊 三四十了 那個 那個十九塊就算了 呵呵呵 那今天我跑的 湯汁是 17趟 所以要是按照我的 之前是按照 湯汁的標準來算的話 那其實也算是 達標並且超標啦 這樣 那今天 呃 今天其實齁 我一開始在跑的時候 我是有點混亂 有點混亂齁 那有幾單齁 就是價錢蠻漂亮的 我都把它去掉 價錢不怎麼漂亮的 我還把它接起來 簡單來說就是 那個時候其實我 我齁 呃 急吧齁 心理也急 情緒也比較急一點 後來慢慢的我就是 呃 讓我自己的情緒放鬆一點 不要那麼急 開始 就是 我挑單的時候 就 挑比較仔細一點 這樣 所以後來 這個 就是 那個價格 就金額有追回來 這樣 感覺還 感覺還不錯 那麼 之後可能就是 呃 還是會按照這樣子的狀況去跑 這樣子的想法去跑 那當然一樣齁 就是 呃 不能急啦 然後佛系 真的要佛系 不然齁 真的當我一急 然後我的情緒就會 比較緊張一點齁 那就會比較容易 犯錯齁這樣子 那 那 那 反正 反正就是 記住自己的錯齁 然後 勇敢面對齁 然後就是 啊 調整他齁 這是我現在這個 這個 人生哲學 呵呵呵 好啦 那麼 明天禮拜六齁 明天禮拜六 那 我可能會想挑戰看看 明天禮拜六晚上 我可能會想要挑戰看看 齁這樣子 沒有跑過 但是我想跑 我想跑一下 齁 看看禮拜六晚上的狀況如何 齁這樣子 所以明天應該也是 真的是非常佛系在跑吧 齁這樣子 然後挑單可能也會挑超大 呵呵呵 因為真的是 純粹要試試看而已 這樣 好啦 那 今天就先到這邊齁 那 明天繼續 那 各位朋友有沒有看到 電動三輪車齁 呵呵呵 騎這台送餐 搞不好也不錯喔 那個大箱就直接放在後面齁 這樣 然後 有這個 電動輔助加持齁這樣 不過 就是要注意齁 因為這三個輪子 那會比較開 所以要鑽一些小 小路什麼的 可能不太好鑽 喔 所以像這種的話 大概就是要走正常的 馬路啊 或是比較大條的人 的這種 人行道 這樣子 嘿嘿嘿 蠻有趣的 電動輔助 腳踏車 三輪的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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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